冲突 魏都 我们来这里是想打探一下 碧尘珠的下落 你对于碧尘珠的下落 有什么消息吗 国宝碧尘珠 对 都城覆灭之后 碧尘珠便不知去向 具体下落 哦 我需要去打探一番 那就有劳魏将军了 你怎么了 等等 没什么 可能这酒后劲有点大 我送你回去吧 将军 我已经命人在外面候着了 也为于姑娘她们准备好了房间 于姑娘尽管安心休息 也好 来人 送于姑娘回房休息 是啊 正好 我们跟师父一块儿回去 是 走 师父 走吧 将军 于姑娘 诸秋是领祖 城内百姓对领祖可是深恶痛绝 今后于姑娘在城中 还要多注意安全啊 放心吧 我会护她周全的 将军 不知 你们要那碧尘珠有何用啊 灯灯的身体有恙 需要碧尘珠来救治 于姑娘身体有恙 咱们这城中竟有一位名医圣首 不如 我让人请她前来给于姑娘看看 不用了 只要找到碧尘珠 灯灯就会没事了 那就好 将军 还记得 咱们一起在军队里的日子吗 咱们一起喝酒 一起杀敌 何等痛快 咱们蜀国国力强盛 百姓富足 是何等安逸呀 都是那些灵祖 那些灵祖杀我国民 略我国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